一党主席哈迪阿旺原本将在本季国会提成动议 修改三无法令扩大伊斯兰法庭的权限 而政府早前已经表明 政府将会接手接纳提成这项修正案 国际老大似乎已经接纳这项修正案 而早前多次投反对票的国阵其他成员党 如马华明镇和国大党 究竟目前的立场是什么 外界持续关注 副首相阿木扎西一番 政府将接手提成三无法案的言论 让各界物理看花 原本以为修正三无法令 预料将是今天内阁会议的焦点 但马华总会长廖忠来却回应 内阁今天根本就没有讨论这项课题 所以今天内阁会议基本上是没有讨论到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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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内阁没有 我们没有讨论三无法 因为都没有任何的法案提出来 尽管廖忠来这边强调 内阁暂时还没有讨论修改三无法案的课题 但却有媒体引述消息指 巫统已经初步草拟了一份 只适用于西马穆斯林的修正草案内容 而国会原定在4月6号进行最后一天的会议 也会将开会时间延长两天到4月11号 以通过法案 针对法案是否会在本次国会提成 廖忠来这么回应 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必须要得到各国政权党的共识 才能够提出政府的法案 这个是过去的作风 过去的做法 所有的内阁或者国政政府的法案 必须要得到内阁的认同 一致的认同 一致的通过 才能够提到国会 所以目前没有这个法案 廖忠来表示 马华目前还没有看过最新的草案内容 但他重申 该党的立场不变 就是坚决反对哈迪阿旺提成的书正案版本 马华也已经代表华社表明反对立场 NTV7刘湘林采访我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